每个平方球爱好者的特长都不一样 有人擅长正手进攻 有人喜欢用反手进攻 甚至有些人的反手 强到可以与对方正手对轰而不落下风的程度 有这样强势反手能力的爱好者 用一般的侧身为正手发球 无法发挥出反手的优势 能完全发挥出强势反手进攻的最佳配套发球 是逆侧拳发球 反手强势的你值得拥有 一般来说 在乒乓球比赛中 发球方怕对手接发球时抢攻 会以发短下拳或不转球短球为主 这样对手就很难发力进行接发球抢攻 但侧身为正手发球发短下拳或不转球短球时 对手接发球大概率会接到正手位 这就是反手强势的选手 无法发挥出发球抢攻的优势 这时候就需要一套 能让对手接发球 大概率接到反手位的发球 以右手直拍为例 站在反手位发的反手发球 或站在侧身位发的逆侧拳发球 都能实现这个目的 特别是逆侧拳发球在保持反手强势进攻 同时还兼顾到了正手进攻 非常好用 中国乒乓球队的樊振东 张继科都擅长使用逆侧拳发球 组织两面进攻的战术 面对对方的接发球批长 用一板超高质量的反手 直线进攻对方的正手空档 想发好逆侧拳发球 要学会以下技术要点 一 横向摩擦旋转逆侧拳发球的整个动作 以横向发力为主 当发逆侧拳球到对方的正手短时 乒乓球的旋转很强 不为薄摩擦 向前撞击国很少 不容易被借力 对手很难出出又快又长的高质量回球 这对于击球空间相对较小的 反手抢攻更加有力 接发球方在处理逆旋转球时 回挫的球会向发球方的身体外侧管 而反手的版型刚好能与球合力 用反手进攻非常好的选择 二 注意握拍方式 逆侧拳发球的握拍方式 与正常打球时的握拍是不同的 他要求依靠拇指 食指和中指夹着球拍 无名指和小拇指靠在中指上 主要靠腕部发力 逆旋转发球时 先把手臂外展上扬打开 然后手臂内收下落至胸腹前 再以中摆的方式 向身体外侧再次外展抖腕发力 横向摩擦球的中后部 机球点尽量放低 保证出球弧线的平稳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录